南投灯会内容精彩多样 而且具有文化意涵 今年邀请到许多对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塞妖谷 铜梁火龙 七彩云南 丰富了南投灯会的演出 县长李明珍欢迎民众把握时间 前往一同欣赏精彩的表演 县府召开县物会议 会中县长李明珍特别感谢县府团队 推动南投灯会圆满成功 表示肯定 李明珍特表示 去年灯会期间 民众对安塞妖谷 铜梁火龙表演非常赞赏 因此今年再次邀请到团队来台演出 让大家一保也服 相信透过两岸密切的文化交流 对南投灌光发展有相当的注意 今年我们南投的灯会 办得非常非常的起色 观光亮点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昨天会场轰动的 重庆的童梁火龙 可以说来第一天演了两场 人潮大霸玩 有将近十万人涌进灯会区 可以说肉闹滚滚 不输给高雄市 所以我们这个灯会 可以说相当的成功 我们这个灯会表演的场地 像去年在飘沙舞台 飘沙舞的距离会展中还远 同时道路又不好走 人潮要疏散也不容易 所以县长就亲自到毛鲁市去勘查 现在变动这个位置 县长就指示我们观光池来这个调整 所以今年我们这个位置调整在这边 非常的理想 有三座国际看台 另外配合毛鲁市的水舞 所以一方表演一方水舞 寸头在后面 那显得相当有国际水准 所以今年这个灯会 所以办了大家都赞赏不解 重庆同梁闹元宵活动 同来火龙被誉为天下第一火龙 以铁水打金花 利用烧熔铁炉中的生铁融化成 碎式1500度铁水 往空中打出炙热火花 舞龙在火花与烟雾中 舞出立体震撼场面 今年是第三次三家灯会演出 加入川剧的元素 并增加开场舞企 以及火把演出 表演内容全面升级 更加精彩壮丽 由于同梁火龙演出获得民众好评 为了因应广大民众的要求 县福特别安排于2月21号礼拜四的晚上 同梁火龙表演最佳一场 让民众能够一包眼福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一同欣赏精彩的表演 写入两棒写 将携带 中央来避免